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光影我城》 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我们会欣赏到香港电台 在1979年开始制作的 一些电视单元剧系列执法者 当年的制作人 是透过长时间的搜集和研究 警务工作里面的一些大小事情 改编成为每一集的故事 令到当时的观众更加了解 警务人员執行职报的时候 他遇到一些困难 亦都可以知道多些 当时社会治安所发生的问题 昨天我们看到初出茅庐 刚刚从学堂毕业的主角 试过行必和在保安室当值 很多事情都是初次面对 初次想办法解决 甚至出现过一些惊险的场面 还差点走返 经过这些体验之后 原来学堂所学到的 只是一小部分 真正执勤所遇到的情况 真是千变万化 做得好不好 处理得适不适当 原来是要靠自己 有没有一个很良好的判断能力 以及面对是非的黑白 懂不懂得去分辨 以及找适合的方法去应付 最少有西九龙区的主角工作 都算是比较繁忙 因为西九龙区的人口比较密集 各类型的商业活动都很频繁 而且也是出名很多娱乐场所 很多夜店 品流复杂 每天发生的治安问题 都比香港其他地方多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不法分子比较活跃的时候 就是警方部署 去执行巡查和拘捕行动的黄金时间 所以很多这个横头的伙计 都是很忙 这一晚 张其色又要和同事出发 去执行这个任务 不知道他这次又会遇到什么案子呢 不早点 我都在这次 真的没人 我都在了 再说 我可以 那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材料上擋好 找��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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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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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甚麼 他是誰 Fran Fran 你幾歲 有沒有打新聞證? 你們看看 大哥, 他只有三個月才九十六歲 我不知道, 他說甚麼 他才九十八歲 他說你, 阿相 你別碰阿Sir 兩條馬拉夫無緣無故上公園開門 沒有家裡住 沒有家裡, 家裡沒空 阿叔 你連他姓甚麼名甚麼 住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 還說是他的朋友 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大家好了 是… 我朋友很少做事 我是開雜貨店 我老婆最近回鄉 阿Sir, 你也知道 男人的事 一時奉上作興 對不起, 阿Sir 對不起 好嗎? 好嗎? 人家十六歲還沒夠 一個人上公園 知不知道那些人 阿Sir, 你有家人拿身份證來 我讓我老婆知道 和我離婚有份 不知道 不拿身份證 你們想不想說 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偷到人 Madam, 我又不是未夠十六歲 你有甚麼理由拿我回來扣留我 新仔再要看身份證 甚麼叫沒理由 總而言之你未夠十八歲 和人們開房子 就有理由叫你家人來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失蹤少女 你倆起雷弟 你跟我來 小姐, 你別這麼扭鈴好不好 我們問你也是想幫你 我不用你這麼好心 你不要來煩我 你眼睛不肯說家裡的話給我們聽 你怕甚麼? 我是不喜歡說的 你這麼喜歡說 說你早早十八代給我知道 你真是不識好帶 小姐, 難道你真是想一輩子做這種事嗎 不關你的事 你爸爸媽媽還在嗎 有沒有哥哥 小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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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對大家都有好處 你們只有兩姐妹 為甚麼她還要趕你走 對了,告訴我們 阿玲,過來 阿玲,不用怕,你姐姐又不在這兒 來吧,不是第一次,乖乖的 叫甚麼 乖乖的 開門… 阿勝,你怎麼不是人來的 你回來了 你死了,你脫得我自己 你馬上把這種事弄好 甚麼?現在有甚麼事 你死了… 你死了,你死了 你死了 你現在是誰 你死了 一怕,你乖都有 你會被說,別再放告突出 鬼 …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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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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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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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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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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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